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我是美格兰玛律师邓宏,让我们执法守法,距离力争 本来共和党计划在这次中次选举有机会拿下参众两院 但是没想到在礼拜六的时候有意竞选内荷达州中议员的Adams Lasso 最后票数不及原来的这个共和党的现任者Mastro 所以他宣布这个已经是失利 目前来说这个众议院现在还没有开票 但是参议院已经是共和党还是没有办法拿到50票 而民主党拿到了50票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保住了众议参议院的席位 乔治亚州的选举12月6号还是会继续进行 现在民主党支持的现任者Warnock有没有办法能够保住他的位置 对民主党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在过去参议院都是50对50票 有必要的时候才请这个副总统贺锦丽来投关键一票 在去年因为Joe Manchin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不愿意投票 而拜登的这个本来原来是3.4兆的 这个预算不得不减了一半 所以的话在如果是民主党获取到这个参议院都多数席位 那Joe Manchin怎么样出来阻止 他也有足够的翘数还是可以拿到50票的 所以对民主党来说他希望能够继续努力保住参议院多了一票 对共和党来说这个失言失去了这个多数席位 但是他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个席位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参议院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基本上的话没有多大的改变了 共和党没有办法夺下来 在另外方面的话 在Arizona州州长的职位 现在也是原来一直有机会可能会当选的 Kelly Lake 这次现在看起来不妙 最新的报道看起来的话 在Kelly Lake他自己的竞选总部里边的话 看样子 共和党在准备要接受Kelly Lake败选的命运了 同时在这个众议院里边 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出现在的结果是民主党拿到204票 而这个共和党目前的话是212票 剩下的谁能够拿到218票 谁就成为多数党了 在目前来说就在周末的时候 Nancy Pelosi还是接受ABC的新闻采访里边 他说不要排除共和党 这个败在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控 这个多数票的这个可能性 他认为还是民主党有机会保住了 共和这个众议院这个多数席的席位的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现在加州 这是看加州的有9个这个选区 这9个选区的话 现在都是这个还在开票之中 这9个选区里边 有谁能够拿到的话多数票 就有可能就是这个多成为多数票的 在其中这个最竞争 一个比较激烈的话 就是第三个选区 Kevin Kelly也叫KK是共和党的 目前他这个挑战的话 这个现任的 就是Kami Jones 他是也是一个医生 所以一个退伍军人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这两个人KK现在是以53%对47% 领先于民主党的对手 在第9选区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现任者 叫Josh Harder 他还有他对他的共和的挑战人 也是Saint-Quanty里边的 宪政委员共和党的 从这两个选区里边的话 这个都是相当激烈 目前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Tom Paddy的话是落后很多 百分之43.7% 所以很有可能是民主党的 这个Harder这个现任者可能会连任 第13选区 这个选区的话是 现在这个是属于这个州议员 这个州议员 叫Adam Gray 他跟共和党的乡人 John Doerr 这个区里边的13选区是Mercie 还有La Bono这个地方 他一般是比较保守的 是属于农场地带 在目前来说 Grave这个Dorta是共和党的 这个候选人 是百分之50.5% 而只差一点点领先于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从这个选区里边呢 还是很难分得出是 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 22选区现任的 这个也是一个民主党的挑战人 他是这个叫做Rudy Sousa 来挑战现任的 这个是这个共和党现任者 叫做David Vallardo Vallardo的话 这个区里边你可以看 就在TulaDulain这个地方 也是属于北加州Sanquin Valley里边 属于保守的 现在的话 他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他现在是领先百分之五十四点一八 也后对手民主党只有45%的选票 所以这个也是相差一段 但是的话很难说 因为现在很多开票以后 结果的话 就是后者沮丧 尤其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开票结果之后 有通信投票 民主党都是占优先的 在目前来说 在26选区 这个选区的话 是包括Ventura Santa Barbara 还有部分罗汉基这地区的话 这个地方现任的女的民主党候选人 Julia Brownlee 而面临了共和党的挑战 Math Jacobs他以前是一个检察官 他是登记成为共和党竞选 在目前来说 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领先 很有可能会获胜 在27选区这个选区的竞争非常激烈 现任的叫格西尔 这个麦克西尔 是现任者 而挑战的话 是一个女的民主党候选人 Christie Smith 目前来说 这个格西尔还是领先55.4 比44.6 所以差距有10% 这个百分点 可以看得出 有可能格西尔 有可能会赢 不过来说 还是很难预测 第40个选区 我们大家知道的话 是Yang Kim 他代表了共和党 而他的竞争对手 是Asrat Madov这个医生 印度医医生 他们现在来挑战 从目前来说 Yang Kim是领先医生的 还有的话 41选区 Democrat的话 民主党推出了 Will Rogers 挑战现任的共和党 Ken Calvier Ken Calvier现在的话 因为他的区 还是属于Palm Spring 这一代 这一代的话 还是属于区域保守的 在目前来说 Calvier共和党的人士 是领先 以51% 比48%领先的 不过来说 还是一样 民主党并没有放弃 他这个机会 另外一个选区 是45选区 华裔的候选人 民主党的候选人 J Chen 陈一飞挑战共和党的候选人 现任者 Michelle Steele 目前的话 Michelle是以54个百分点 比这个J Chen的46个百分点 还是高出很多 但是的话 现在的话 还是没办法排除 有没有可能性 或这个Michelle Steele的话 会受到威胁 47选区 现在现任的话 这Katy Porter 而挑战她 是属于共和党的 这个律师 Scott Ball Scott Ball以前 是加州的众议员 后来 他这个做律师 后来的话 他现在出来竞选 所以目前来说 Porter是52.27 领先于Scott的话 48点 所以从目前 还有最后一个选区 是49选区 Mike Laverne是属于民主党的 也后这个共和党的话 是这个挑战者 现任者是民主党的 这是说共和党挑战他的 叫Brian Milot Brian Milot的话 现在目前 Laverne现任者的话 是领先 百分之52 比百分之47 可以看得出 这个选区 有一部分是属于 共和党现任者 受到民主党的挑战 也有一些是 民主党的现任者 受到共和党的挑战 看起来的话 就是这九个选区的 最后结果会影响到 究竟共和党能否控制 众议院了 当然如果是众议院 让从目前估计来的话 应该是有八成的机会 这个共和党可以控制 众议院 众议院控制之后 他要选议长 大家附生最高的就是 这个共和党的 小数派的领袖 Kevin McCarthy 但是现在 Kevin McCarthy的话 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认为 这次没有 这个红朝没有出现 很大的责任 是属于Kevin 没有这个权力去推动 以后让这个很多候选人 在初选的过程之中 让川普换了一大票 这个资格可能不是很好的 共和党候选人 所以的话 Kevin这部分的话 已经有很大的附生的话 应该让别人来竞选 不过来说 这个 现在附生的话 还是附生 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当然的话 首先共和党要拿回多数职 才谈到的话 这个 谁出来做议长 这个讨论 所以的话 现在就是要看这个星期 看看加州的这个九个 国会议员这个席位的结果 会不会有最后定案了 当然在《黄新顿旅游报》 今天又有报道的话 就是说 现在针对这个前总统川普 在海湖山庄被烧查 抄家案子里边 他的文件里边 检察官现在已经是找到了一个 所谓的犯罪动机 任何一个刑事案件起诉 检察官还有是要说服陪审团 为什么要犯罪 总是要找出一个理由来 这个motive很重要 当然的话 现在他说根据 《华新顿邮报》里边的 采访的里边 一个办案里边的一个人员 他透露 他们现在找到了理由 并不是说川普 要拿这些文件来卖给国外 或者是我帮生意有用 现在的话 他们找到了一个的话 并不是说生意的原因 而保留这些文件 而是因为他的ego 就是对自我膨胀 为了自己的面子 他说川普 他要保留这些文件 最重要的话 来作为一个胜利的trophy 战利品而已 或者纪念品而已 所以从这个理由的话 他认为 他是在他在任总统期间 他做了很多有历史性的意义 他希望这些文件的话 能够保留起来 这个的话部分 当然很多人的批评 这个如果是司法部真的起诉川普 那每一个总统离任之后 都希望自己建一个图书馆 在Little Rock里边 就有这个Bill Clinton的图书馆 里边的话 有展示出非常多的 他有历史性的一些签名 还有笔这些东西 同样的在这个奥巴马 现在也在筹备建立总统的图书馆 他图书馆里边 这个都有展示他 就一大堆他所签署的文件 如果是其他总统都可以 为了制止将来的图书馆 来准备这些材料的话 那川普也是为 并不是要出卖 这个为了商业利益 或者是其他利益 他纯粹是为了这个纪念 来保留的话 那这种情形的话 如果是单独起诉 很多人是认为司法部 就是参与了政治的问题了 当然这个大家还是关心 明天的时候川普会不会开记者会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记者会里边的话 他会怎么说 结果现在的话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川普的话他的发文 他说 Hopefully tomorrow will turn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ay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他说希望明天这一天 会成为美国我们的国家 有史以来重要的一天 所以的话当然很多人说 是不是他要宣布支持 这个Walker竞选 这个要呼吁民众支持 Walker阁足共和党的 这个参议员的职位呢 或者是他要宣布 自己参选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大家都期待 川普会怎么做 大家还不知道 因为他的想法很敲强 很敲强 也是很多人是没办法预料的 不过呢 今天在这个 这个第九存回法院里边 这个川普的律师 向第九存回法院的话 这个递交了 他状告推特的这个诉状 在这个原来川普在佛洛伊达 因为这个推特将他的账户取消掉 封号之后 他在佛洛伊达起诉推特 他说这个推特的话 就是这个侵犯他的第一收征案的保护权力 言论权力 以后这个案子 后来是这个法官的话 说推特总部在加州 你要告到加州去 加州是一个自由派的州 所以话在旧金山的时候 他的官司被撤销了 他说推特 他虽然关你的账户 但是他不是政府行动 因为第一收征案是保证民众的言论自由 普通的民众的话 侵犯你的言论自由 那是合法合情的 你拿它没办法 但是如果是政府参与这个事情的话 那基本上政府因为第一收征案的话 是禁止政府剥夺民众的第一收征案的权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认为推特并不是跟政府有关系 以这个理由地方法院的话 这个这个驳回了 这个川普的输送案 他川普请了这个律师里边的话 也是非常厉害的律师 叫Alice Kosinski Alice Kosinski的话 他就是在联邦存回法院做法官的 但是因为他被指控性侵他的员工 所以他马上就是辞职 辞职之后 他现在担任川普的律师 回到他原来做法官的法院里面 递交了这个状子 这个状子里面很有趣的话 就是说他要求 他认为 推特跟美国政府合起来 来封杀川普的账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地方法院说你没办法告推特 推特的话不是政府部门 以后第一搜证案是允许普通人来影响你的权力 只是禁止政府来剥夺民众的第一搜证案的权力 所以这个他的律师他的引发的角度的话是很有趣 因为这也是我们法律界认为的话 就是说想办法 这个来将这个川普的话 这个描述将推特跟政府合成一体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推特的行为是跟政府合在一起的 根据这个96页的答文里边的话 他说大部分的话都觉得的话 他这个律师将川普的比喻为 这个意大利的天文学家Galier Galier他说当时的话 他之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推特一个理论 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而转的 而因为这个理论的话 被别人贴上了这个异教徒这种标签 后来的话是被天主教受了天主教的迫害 他说大部分人都相信那时候的话 这个都是这个所有的人都摇着地球转的 但是只有Galier他认为的话 地球是摇着太阳转的 那是当时这个idea的话 就像很多人都这个 所以当时他受了教会的迫害 后来的话因为教会的理念的话 就是被迫家庭远禁 以后因为他的理念被封杀了 他同样的他说川普的话 他有提出很多理念很多的想法 但是的话在很多人看起来 这是属于加利赖所提出来的 这个是很多是妙论 但是他后来证实是事实 他说通俄门案件 电邮门案件 包括Hunter的手机电脑案件 这些东西他说还有很多文件 这个言论看起来的话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其实后来可以证实是事实的 而这个推特的话封杀的就像的话 等于他们推特跟政府一样的话 将川普变成异议人士 以后的话这个异教徒 这样子来打击他封杀他 所以他想办法的话就是证实 推特跟政府合作一起封杀 而影响到川普的第一售证案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最高由第九存回法院 以前一直都是属于自由派的 但是在川普担任总统的期间 虽然这个众议院被民主党所控制 但是他跟这个参议员 当时参议院是属于这个共和党所控制 所以他提名 以后Mitch McConnell一口气通过了 任命的400多名联邦法官 所以现在的第九存回法院 有一半法官都是属于川普所任命的 也趋向了平衡 所以为什么现在将来几年 两年川普下台之后 这个拜登有机会提名任命法官 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联邦法官的空缺 已经出来了 民主党掌控了参议院 再加上总统是白宫是民主党的 很有可能将来两年 虽然很多法案 没办法得到众议院的通过 但是在任命法官方面 拜登可以透过参议院来提名 任命很多自由派的法官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也是大家是比较关心的 因为今天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有打电话过来 我的小孩子 他现在学生贷款已经减免掉 但是现在法院又出来了 这个新的规定 怎么办呢 其实在德州上个礼拜 已经说拜登没有这个权利 失智免除学生的贷款 这个案子的话 后来上诉的第八存回法院 第八存回法院三个法官也是裁定 拜登没有这个权利 透过行政方法 减免学生的贷款 所以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达到最高法院 在以前 Nancy Pelosi 他也提过 这个总统没有办法减免学生的贷款 必须要透过国会立法程序 才能够进行的 但是拜登政府说 现在属于疫情期间 紧急情况里边 他总统可以采取这种情形 但是反对党 反对的人士认为 如果是跟疫情相关系的 这些行政命令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学生贷款跟疫情的话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不应该以疫情关系 这个特殊情况 透过行政命令 所以这个案件 有可能会达到最高法院 当然的话 很多朋友就说 我们小孩子已经被减免了 以后该怎么做 要不要退钱 在目前来说是尽管其变 因为的话 这个案子还在进行之中 如果是教育部已经减免了 你小孩子的学生贷款 那就暂时 就不要做什么东西 因为如果这个案子 打了两年三年 因为基本上已经减免的话 很多时候教育部 他也不会马上会减免 等了两三年判下来的话 那时候再说 有的时候那时候 如果是最高法院说 你没有这个权利 必须要退钱 那有可能小孩子的学生贷款 继续要要付 但是如果是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他并没有法官说 你要将学生贷款减免的部分 要退还给联邦政府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静观其变的 佛罗里达这个法官今天的话撤销了对 Ron DeSantis的一个输送案 这个输送案里边的话 它是完全是这个用一个technicality 用法律的一些漏洞来 在这个我们大家得知道 因为民主党 他这个放宽边界没有 就导致大批非法移民涌进这个德州 还有佛罗里达州 引致很多共和党的不满 所以DeSantis的话 他自己这个拿了州政府的钱 以后租了飞机租了巴士的话 花了100多万的话 将50名非法移民 从德州飞往运到了Massachusetts州 以后马上这个州里边的话 因为这个是属于民主党这些 这个有钱人住的地方 包括欧巴马的度假的村 度假屋都在那边的 没想到50人一到那边去 变成游民之后 马上来解决问题 当然现在的话是 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议员 状告DeSantis 他说你们拿州政府的钱 来到德州去运送 非法移民到Massachusetts州去 这个话对我们马省州 没有任何实在意义 所以你滥用了我们纳税人的钱 没想到的话 法官将这场官司撤销掉 他的原因很简单 你没有资格来搞 对他说没有资格 他说我是纳税人 我应该有资格了 所以这个部分法官认为 这个作为州长 他有这个有预算 怎么使用预算的权利 你作为一个州议员 你是立法通过了预算了 有很多具体的东西的话 那州长有这个权利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卡住了一个的话 尽管你是州议员 但是的话你还是没有资格 因为你没有standing 没有这资格来提告 所以这个是对 Long DeSantis的话 一大的对他来说赢了官司了 另外官司正在罗涵基进行的 就是今天我们的州长 Nielsen陪同他太太 到罗涵基法院来了 但是他进法院的时候 法官不让这个州长进法院里边去 因为这个是要他太太出庭作证 他太太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的话 牵涉到20多年以前 这种性侵案件 当时这个Jennifer 她是好莱坞来准备这个三十多岁 一个女明星 她在这个Toronto 这个电影节里边的话 她在酒吧在喝酒的时候 这名大导演 这个Harvey Winston 就过来跟她打招呼 打了招呼之后 她说她是在2005年Toronto的电影节里边 当时这个Jennifer只有31岁 她说她看过她的电影 她觉得的话 她有这个有潜力成为好莱坞的大明星 以后他们交换了之后 她就说你回到罗涵基之后来找我 以后留下电话之后 很快的这个Harvey Winston 他因为在好莱坞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她就约好这个这个Jennifer过来见面 她说我现在手上了以后几个部电影 我要找女演员女主角 以后谈了这个部分 有几个助手在场 以后没想到的话 谈差不多慢慢陆陆续续 几个助手就走掉了 走掉之后 然后剩下她跟Harvey Winston留在酒店里边 Harvey Winston的话给她倒酒 以后要开始喝酒 以后她字体行间暗示 以后你要这个当上主角 你要接受我的潜规则 要跟她上床 Jennifer她那时候有男朋友 但是那个男朋友不是我们的帅哥州长 她说啊这个我不想 这个我希望彭实力来 但是的话这个部分啊 这个啊 湾斯坦并没有放过她 后来的话 她这个还是硬来将她强暴了 强暴了这个之后的话 这个啊 Jennifer委屈求传 没有将这个事情铺路出去 当然的话啊 这个后来啊 湾斯坦也给了她几个角色啊 但是不是重要的角色啊 这个事情湾斯坦的话 这个后来被切禄 在MeToo运动之后纷纷出来 后来Jennifer她自己也站出来了 说我也是被瓦斯坦性侵的这个受害人 这个案件 哈维·瓦斯坦在纽约已经因为性侵案子被判了23年 她现在引渡来罗汉基进行审讯 也是一样 目前来说已经有六名女性受害人已经出庭执政 因为这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正在进行 而州长夫人第一夫人Jennifer出庭 以后这对陪审团来说影响非常大 因为可有可能是啊 作为一个州长第一夫人 她有这个勇气站出来说话啊 有可能是事实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这个这个事情的话往往记忆很难 以后陪审团的话 又不一定能够那个要往往要求被告 能这个辩护律师能够提出合理的怀疑 尤其是检察官必须要讲出来时间地点人物 具体的时间怎么发生的过程 Jennifer她在这个Huffington Post里边的话 在四年以前的时候也就将具体 我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的话 全部描述出来 她今天也会在这方面的陈述出来 当然一个是这个六个受害人的证实 这个会证实这个Winstein利用她大导演的职位 也后性侵女那个女演员 她现在一个是罪名成立 她可能会面临无期徒刑 所以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也是Jennifer她自己 当然州长今天过来 因为她是属于证人的 这个证人有可能潜在的证人 如果是将来一个辩护律师 要交叉盘问Jennifer的时候 检察官不排除说你作为先生 你太太有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她这个事情之后她有没有受影响 因为在一旦只定罪之后 怎么量刑的时候 这个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所谓的受害人的一个证人 所以检察为了这个安全起见的话 法官不允许潜在的证人 这个到庭上去旁听 怕有污染政治这样做法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